很多人還是希望即便知道自己成癮 即便知道自己被這些人事物控制 還是繼續的樂於被控制 因為這個給大部分人一個安全感 給大部分人一個自我保護 給大部分人一個identification 就是一個身份 一個標籤 一個我是誰 我喜歡吃什麼東西 我喜歡上夜店 我喜歡幹嘛幹嘛 給大部分人一個標籤 而轉換這個標籤的過程 或者是拋掉標籤的過程 人們總是有極度的不安全感 極度的恐懼 但是一旦我們向內探尋 像偵探群 不再欺騙自己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 那個只是我們自己 告訴我們自己的故事 只是我們自己建構的故事 它能夠存在多久 也許很久也許不會很久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